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来说以后的美图手机都将由小米发布 事实上美图手机一度是美图集团的重要收益 2017年更曾卖出超过127万台手机 营收高达174亿性台币 没想到小米华为的手机大厂惊喜直追 开始主打美颜自拍 加上各式 加上各种应用程式的兴起 美图手机被市场边缘化 2018年销量 锐减到72万只 剩下一半不到 净亏损更达到55亿性台币 美图为了企业存续 就得忍痛加手机业务转让给小米 毕竟目标偏向小众 以及OPPO和Vivo 在自拍领域的一再发力 导致美图手机的出货量一直在下滑 造成了业务亏损 美图忍痛割爱手机业务 凸显中国手机市场 小品牌生存空间不断遭到限缩 常常中国手机市场区域饱和 想要在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等四大品牌夹杀下 杀出一条血路 恐怕是难如登天 三连新闻文字幕志愿者